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Untertitelung 李宗盛 我想,我想,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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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我想 想 我想,我想 我想 我想 13年 ago already we met with Mrs. He the owner of Hong Yatong Hong cave and so it was a pleasure for us watching her again and to see how her business has evaluated and so we went to film with her in Hong Kidong one more time and so she now she's 13 yehr olde but she's still very dynamic and very interesting and so it was nice and what was funny as well it's 13 years ago we saw the City of 但是在最初的一步的进步 而现在是完成了 所以市房有很多增长的建立 昨天也我们也让我们去看 专业在 Suez 是一个一个美国的经营业专业的研究 这是专业业的专业专业 因为它是非常有趣的 使用水平衡和水平衡的水平衡 在大城市的大城市 是一件大城市的挑战 看能不能管大城市 避免水平衡 避免水平衡 所有人的水平衡 非常有趣 我们也会参加上汉安 它是一个公司的公司 我们也会参加了一位女士 她是一位中国人 她有两个小孩 三岁和三岁 她开始了一位女士的工作 像是一位女士 它是有趣的 因为她说了 它是一位中国人的社会 以前他们最后人家的父亲 他们在家里面 但是现在有个商业的略股 成立的生产 并且中国人家的家庭 现在他们要买孩子 讲书或英语 甚至有时候 他们没有父亲的家庭 可以照顾他们的孩子 有可能性的 所以她开了一些小小孩 孩子 在公司的公司 他們提供英文和法國學 現在有100小學生 所以這是新的商業 我們會去看建築物的建築物 為了新建築物 因為它是有趣的 建築物 有些可能性在中國 那些未來有可能 因为它是比较勇气的。 这里你可以尝试一些技术,尤其是在建设设计。 有很多新建设,新建设计。 它是非常勇气的。 它是非常有趣的。 哪个原因你带到 Chongqing? 因为它是最大的公司, 它是最大的公司在世界上, 比较多的40万人。 但是很多人还不知这个城市。 所以它是非常有象征性的。 因为有些人说它是像是ChineseChicago。 之前,它是只有大城市, 像是Shanghai,HongKong,Beijing,等等。 现在,一个大城市在东西。 所以它是一个新的国家。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城市。 因为可能20年前, 没有人听到Chanqing。 现在它是最大的城市在世界上。 所以它是非常非常有趣。 在Chanqing上,它是最大的城市。 他们在中国的城市上。 然后,我们现在在中国和中国的城市。 所以,它仍然停止到France。 但是,它是非常有趣的。 看到它是有什么有趣的。 我们试图看看有什么有趣的。 我们没有看到有什么有趣的。 那是中文的品牌出售中文化的产品 但这些是非常有趣的事情要考虑 OK 谢谢你 谢谢